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担心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 尤其是我们观察到这几年乳癌有年轻化的趋势 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比例有提升 到底乳癌怎么防治 怎么样去面对乳癌呢 今天就要欢迎我们的四位专家了 欢迎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乳癌年轻化的趋势 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一则报道 国民健康局分析就发现 去年50万妇女接受筛检 无论几期的乳癌 其中45岁到49岁的独群占了6成6 高于其他的年龄层 不过最近五年来 这个患者的年龄层有降低的趋势 其中还有17岁的少女就罹患乳癌 而且还是不明原因 而这些年轻的患者常常仗势着 这几年期忽略了筛检的重要性 所以17岁的花样年华的少女 她人生才刚刚开始得到了乳癌 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的背景 不知道她的家族史是怎么样 但是黄医师 你看到这样子的案例 你身边有这样子 比较年龄低的一个案例吗 这个跟我们亚洲人乳腺致密 跟欧美的分布不太一样 更何况我们在亚洲致密型的乳房 随着经济发达之后 更是容易受到这些外来 可能的这个外来激素的影响 我们在发育过程当中 很多的这个医学的报导证明跟研究 都知道乳癌的发生率 是跟磁激素有相当高的关系 可能我们这个整个环境 跟社会经济的演变 所以我们很早这些女孩子 就接触到这些类似的荷尔蒙 所以这个可能是流行病学家 一直在深入探讨的 我们今天现场有一位抗癌勇士 雅倩小姐 那雅倩您是几岁的时候 发现自己得了乳癌啊 38岁 也是年轻喔 对 对 就是其实那时候 根本就没想过这件事 其实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为其实你看到 暴障杂志或什么之类 大家都是觉得是妈妈那个年龄 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其实也是蛮意外的 就是觉得说 后来自己生病之后 就会去稍微多了解一下 这一块的一些资讯 那次是刚好我已经离开工作 然后我带我去香港 去找我同学度假 那就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 晚上自己在房间里头 就边看书边摸 就摸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硬块 这个是之前完全没有发现的东西 会痛吗 不会 完全没有任何感受 但是你以前洗澡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过 没有发现 对 都没有任何发现就是突然转了一块东西 就觉得说是不是 在哪一个地方 在我的右乳房的下方的地方 就是一块 那反正就是之前没有摸到 你突然发现它就是一个不同的东西 那当然是因为想说 MC快来了 可能是一些 一些乳腺的发炎机 那我想说那我就过了这一次的惊奇之后再看看 就过了惊奇之后还是发现在那里 就觉得说不太对劲了 那自己又不是那么确认 因为所谓的自我检查 到底要摸到什么东西是感受到 其实真的不清楚 所以我后来就是找了一个美容师 帮我做缺失按摩的 我也是想说看看有没有一个人 可以帮我摸摸看 然后让我去确认一下 所以他就摸到我胸部的时候 我没有跟他讲任何的话 他摸到我胸部的时候一抓 他就说你怎么右边有点怪怪的 我说对对对对 我也觉得怪怪的 那我已经去预约医生了 所以我明天我就去看医生这样子 那只是说因为自己真的不清楚 所以透过了一个 其他人的手法的部分来了解说 是不是我发现的东西是有异状 不过老实说后来医生帮我做 就是我在做检查的时候 医生在帮我触摸的时候 其实我的真正的肿块是在 我的乳头的下方 所以不是你摸到的那一块 不是我摸到的地方 通常这种乳癌的朋友 他是发现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另外还有人怎样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意外发现的 他怎么样 他是车祸 他那个30岁那一年 很年轻吧 30岁那一年 30岁那一年出了个车祸 然后就是被送到医院去 那医院就是例行性的 做一些检查之后 没有发现车祸其他的问题 就发现说 小姐你的乳房好像有长怪东西 后来就发现了原来他是乳癌 而且是很早期的 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 因为那次的意外的话 他根本就不会发现 他自己胸部有异状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个案 他其实是有 但是连一般医生都没有发现他 为什么 其实他的乳癌是比较特别的乳癌 就是他一开始是觉得说 我是乳房长失诊吧 因为他就是乳头附近那边开始 痒痒的是不是 痒痒 然后有一点点像溃痒 像失诊这样的 他就想说应该是失诊吧 可能是夏天穿的内衣不是很适合 所以一开始他就是皮肤自己去调房买药 我想说不对 这失诊怎么一两个月没好 然后他就决定那去皮肤科看 那他想说找了皮肤科 就随便找个比较没人就去好了 那皮肤科看了 第一次看也说你这失诊 然后一样就给他开一样一样 继续除 又涂了两个月说奇怪了 也没好再去看 那皮肤科医生看了就说没好 皮肤科医生就是跟他说 这个林小姐下次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不然你带领先生一起来好了 然后这个林小姐就觉得奇怪了 我乳房失诊为什么要找先生一起来 他的医生就说我跟你说 如果说你们 你先生一直这么粗鲁的话 那我们这个是一定医不好的 是不是 这是他需要复原 那林小姐就说没有 他就觉得不白痴 冤枉 没有 后来就觉得这个医生是不是 两光两光 就换一下 大医院 他就去医学中心 就医学中心一看就说 你这其实是一种癌症 对 她说它是叫什么 它其实也是一种癌症 它只是长得很像湿疹 对 所以每个人都会因为不同的因素 发现自己的 然后真正自己摸到很多就像 就是洗澡的时候摸到 这算蛮常见的 OK 好 所以这部分医生要不要补充 像这样子的案例我举一个 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刚刚肃清讲的 为什么医生要叫夫妻同来呢 我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因为最近大家很多先生都在外地工作 有时候在对岸很辛苦 结果这个周末的时候回到家里 结果我这个礼拜六早上 看门诊的时候 一对夫妻走进来 那个太太就 破口大妈那个先生说 昨天晚上太激烈了 把我乳头挤出血丝 然后她就很紧张地说 带着她先生来 然后就怪她的先生 结果在那个当下 我反而赶快当和事老 我说啊 这个某某小姐 你这个血丝啊 可能不是因为你先生 你现在救了你啊 如果没有这个动作 其实很多很早期的 颅管腺癌这种是从颅管的 上鼻细胞增生 长出原胃癌的时候 很容易就有这样子的症状 什么种块都没有 所以这种症状 刚刚像素卿提到的 这种早期的颅管癌 很容易看起来类似湿疹 因为它这个颅管的结解 它会上鼻细胞增生 一直推到乳晕 你会觉得怎么 差药差三个月不好 就一直溃烂没有好 像这样的现象 我们要特别小心 这样是不是一个 早期原胃癌的一个征兆 然后刚刚又提到 如果有这种血湿 不正常的这种分泌物 你第一要件 就赶快到乳房外科 请医生做一个处诊 或者超运波检查 是 好 所以黄医师提到说 乳房外科 因为我发现 全台湾好像还有 两到三成的女性朋友 她其实看错了门诊 看错了门诊 会到妇产科去 好女人容易得乳癌 所谓的好的定义 就是雌激素 或者女性荷尔蒙丰富 这个我们称之为好的女人 所以临床上的案例 常常会碰到 这个女生 她就特别对所有的事情 特别细微照顾 这几乎就是我们可以 提到分辨到这些其中 高危险区 这样是不是一个早期原胃癌的 一个征兆 然后刚刚又提到 如果有这种血湿 不正常的这种分泌物 你第一要件 就赶快到乳房外科 请医生做一个处诊 或者超应波检查 是 好 所以黄医师提到说乳房外科 因为我发现 全台湾好像还有 两到三成的女性朋友 她其实看错了门诊 看错了门诊 会到妇产科去 好 那当然妇产科医生也是 也是可以 可以咨询啦 但是专门的科应该是乳房外科才对 对 在这一点我也是 很鼓励妇产科的医生 能够多多帮忙 大家要知道 这个我们一半的人口 是这样子的女性 所以大多数妇产科医生 现在也都有相当好的专业 所以大家经过妇产科医生建议 如果进一步诊断 就转到我们的科别 除了看乳房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时候看耳朵 那耳朵的时候在这个乳 它这个颜色变 或者是有时候你们自己按的时候 摸... 它这里面如果觉得有硬结 刚好在这个中间有一条 我们在这个胸廓这一条 下来 自己弄上来 这个地方刚好我们是乳腺的地方 如果你摸摸摸 按按按 它本来就这里有一个软骨 可是它会凸出来 往外你感觉有这种横伸的 除非那你发炎 要不然它不应该会跑出 这样一个好像 我摸过一个最明显的是 它是乳癌第三期已经转出去了 它才34岁 好年轻喔 然后它就很明显 它是什么 它一个乳房 它是会痛的 它这个乳房还会痛 它说不是 我这个乳房是会痛的 而且会肿起来 然后摸起来就像一个大的那个 大的一个石头 然后旁边粗粗这样 它整个是颜色也不大对 然后我记得它是长在 左边的那个乳房 左边的这个耳朵的这个对应的点 一摸起来 里面好像有一支牙签这样子 穿过它 降过来 但是因为刚刚讲的 这个案例17岁女生 真的很年轻 17岁女生有的都还在发育 可能还在发育的末端 那我们就知道发育 你胸部有时候会痛嘛 会肿嘛 会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要怎么样去判断说 到底是不好的东西呢 还是说在发育的时候的疼痛 我觉得这个乳房的疼痛 现在医学的报道 女孩子的乳腺的周遭 有真正非常发达的 神经末梢的分布 所以我常常告诉门诊的病人说 这是一个幸运的痛 我们就讲中国这幸运的痛 你常常因为痛 而且这个外在的自主的器官 我们比较发现不舒服 所以这个Lucky Pen 不管是在发育的 或者是在我们年纪成熟的熟女 我今天早上的病人 还有更鲜的 那个病人真正告诉我说 为什么我最近的乳房脏痛 比我在少女时代 还要更不舒服 我说对的 然后我旁边的护士 也刚好接近这个年纪 马上就搭枪 她也是这种感觉 所以呢 很明显的 我说这个Lucky Pen 给各位观众知道 你有这个痛觉 千万不要轻忽 你只要现在的这个保险 我们的健保非常的发达 你就是到正确的科别 做个咨询 都很方便得到 一个比较正确的答案 是 好 所以我们一般觉得说 自己乳房疼痛 有点不适 可能还摸不到硬块啦 那到乳房外科去的时候 通常医生你们检查的 这种程序带来是什么 一般的民众 你只要到了我们乳房外科门证 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 乳房超音波的检查 这个大多数 只要你是一般的Risk 现在我们要强调的 大多数我们现在年轻化以后 有些高 刚刚像素卿所提的那些 比较需要用到很多脑力的 这些高危险群的族群的女生 大多数你要知道 现在国民健康局 有提倡高危险族群 40岁以后就有乳房摄影 在门诊的医生 他会提供相当好的工具 包括乳房摄影 乳房插晕波 甚至于在某些高危险群 我们可以用乳房持症造影 做很好的鉴别诊断 好 所以男女老幼都有可能得乳 对不对 男性其实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万一在胚胎发育期里面 也有乳腺的存在 这个很容易在门诊用超音波 可以做鉴别诊断 那有时候是因为体型的改变 或者是说你吃了不当的食物 甚至于有些小学院的男生 你也会发现说 小学院的男生胖胖的 身材比较稍微壮硕 你也会发现有乳头突起 这个时候如果还有病发的时候 有乳头的痛 这时候不妨带到乳房外科 请医生做鉴别诊断 所以男性也是要相当小心 这个疾病的 我有听过一个说法 但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要请教一下两位医师 有一种说法是说 特别细心 特别替人着想 特别为别人做很多事情的人 他得乳癌的几率会高于 其他女生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科学 依据或什么 这点我可以 从我临床上的经验跟你分享 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好女人容易得乳癌 那这点大家就注意到 什么叫好女人 我们所谓的好的定义 就是雌激素 或者女性荷尔蒙丰富 这个我们称之为好的女人 这个好的定义是说雌激素丰富 这样的女人的女性特质呢 通常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比较热心 比较细心照顾家庭 照顾小孩 所以临床上的案例 常常会碰到 这个女生 她就特别对所有的事情 特别细微照顾 这几乎就是我们可以tale得到 分辨到这些集中高危险群 是喔 真的 我婆婆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 她就一辈子对家庭就是贡献 这样 然后连先生再有另外的这个 就是也是和平相处 可是你知道这个心情上的这个 其实是一直在忍耐 一直在忍耐 所以中医有一个气叫做 我们叫肝气 我们刚刚不是说 肝的经过经过我们的乳房 然后也到这个生殖这个部分去 所以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肝气或者是脾气这一方面 有郁节的一个现象 所以有时候 她也是在大概接近 我看是差不多更年期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她发生的时候 是因为她的姐妹也快更年期的 这样就跟她讲说 最近我胸部会痛 她就带她去 所以她是好心带她的妹妹去检查 然后进了那个乳房那个妇科的 然后那个她也认识我婆婆 所以她帮我那个阿姨 这样摸摸说 好像没说什么 然后她就说 那那个谁 我婆婆是不是这个状况 是不是想说 她一跟她就说 小妈妈 你最近好久没有那个 我跟你检查一下 一检查一下就觉得 有问题了 还有问题了 那一阵子或者是整个那种 因为常常就是会见到 夫妻感情不好的时候 那种情绪 压力 对我们的整个人的 很大 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些细胞 其实影响还蛮大 我们叫妻情 是 喜怒优势 所以要保持愉快的心情很重要 所以她说好女人不一定只心事高 但是有点是 她说的好女人是哽女 可是你刚才说情绪让我想到之前 马进医院做一个研究 就非常的妙 先发言 这一点大概在年轻的哺乳妈妈 有时候就是因为哺乳的关系 常常因为是乳腺炎 而引起了皮肤溃坏 常常看到的悲剧是 怀孕的妈妈得乳癌的机率 也是有的 情绪 压力 对我们的整个人的 很大 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些细胞 其实影响还蛮大的 我们叫妻情 是 所以要保持愉快的心情很重要 所以她说好女人不一定只心事高 但是有点是 她说的好女人是哽女 可是你刚才说情绪让我想到之前 马尖医院做一个研究 就非常的妙 就是说 我们刚才常说 常常说那种 长期那种忧郁 闷在心里这种人 是不是特别容易 因为她那个时候曾经就是 通常有些癌症的病患 她会合并有一些忧郁的情况 所以她之前呢 就是曾经有一个病人 就是一个乳癌患者 因为她很年轻 然后她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呢 就已经不是很好 后来她很认真抗癌 然后就复发 复发之后她就非常的觉得说 我不想再对抗她了 因为真的 然后整个心情非常低档 于是他们就把她转到 那个忧郁症的门诊去 然后医生就发现一个 很奇妙的事情 就说她来这个忧郁症门诊的时候 其实她的状况不是很理想 一般认为说她的存活可能不是很好 可能是半年一年这种 那所以医生就想说 好吧 没关系 然后就开解你 然后给她开抗忧郁症的药 妙的是他们发现 她开始服用抗忧郁症的药之后呢 她的肿瘤竟然就没有继续恶化 她本来认为她只会半年 心情 她真的就持续存活了很久 我说奇怪了 她不是很糟了吗 为什么反而我治疗她的忧郁 她的乳癌反而同时也获得控制 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 把这些抗忧郁症的症用 开始用来做老鼠的研究 就发现真的 当她开始把那个忧郁症的药 用在那一只老鼠 她用的还不是乳癌 是大肠癌的细胞 她发现这些被施予 忧郁症用药的大肠癌的细胞 在老鼠身上长得很慢 所以她是平治的 心情非常重要 使清楚的传导 真的可能影响你的抗癌 真的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那其中呢 自行检查这个部分 其实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 下面这次的报道 她怎么发现 今年25岁的曾小姐 想起两年前罹患乳癌 才大学刚毕业 说什么都不相信 自己还那么年轻 怎么会跟癌症扯上关系 鼠鼓下方有一个硬块 已经凸起 可以感觉到它已经凸起 在皮肤表层 我才去摸它 然后发现它是一个 很硬的硬块 发现硬块之后 原先以为只是良性纤维囊肿 没想到去医院检查完 却得到乳癌二期的噩耗 把工作辞了 男友也跑了 双重打击之下 让曾小姐几乎崩溃 两年多来经历过化疗 标靶治疗 目前持续接受化学治疗 医师也提醒 不要以为年轻就是本钱 女性朋友平时就要多注意 自己的身体变化 一般我们知道说检查乳房 是乳房的四周 那刚才雅倩提醒我们说 这个乳头下方其实也要注意 但是它在锁骨 怎么感觉有点远啊 所以医生我们要怎么检查 这个好 我们做这个大部分的促诊 我们又很... 一般在胃教这个民众的时候 我们会以乳头为中心 然后大家以顺时钟 或逆时钟的方向 可以做这个圆周状的触摸 那当然最好的姿势 就是我们平躺手举高 那这个动作的话很方便 比如说还电枕头 对 电枕头 同时呢 其实最重要的呢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 其实很多乳癌的发生 并不是除了乳房本身以外 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发现 乳头乳房没有肿块的病人 来到门诊 竟然是因为腋下淋巴 有肿块的东西 因此穿之后 确认竟然是乳癌已经转移了 再回过头来 做根深入的仪器检查 才发现 原来乳头的根源 是只有长在很维系的 在乳晕的下方 根本也摸不到的 这是不太容易促诊到的 所以大多数医学界 现在鼓励促诊 那是因为大家有 知道这件事很重要 但最好的方式 还是进行很常规的 固定的 医疗影像仪器的筛解 是 所以他刚刚讲 锁骨的下方 这个比较长 不是很少见 其实这个部位 锁骨的下方 大家也知道 锁骨下方 其实有可能好的淋巴结 所以刚刚以这个 大家电视报导的这个案例呢 你可以知道 促诊 甚至于我们自己在触摸 也很少接触到这个位置 所以整个的范围 应该是把它拉大 在胸大肌的下方前方 我们都得要小心 包括淋巴 乳癌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前兆 跟一些症状 要提醒我们观众注意的 基本上 我们今天一开始就提了 乳癌的前兆跟症状 这种间歇性的疼痛 或尖锐的刺痛感 这个一般病人的主宿 都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只要有这样的症状 希望大家就能够 很快的就诊 那另外一个 这个乳房呢 很常见 不平均的忽然间变大 我举一个案例 我有个45岁的病人 他其实呢 都很常规的做乳房摄影 跟草影波 但是有一些早期的乳癌 很怪 就长在躲在乳管里面 病人的主观的意识 就告诉医生说 我明明觉得 我两边乳房不一样大 你们的检查 恐怕是有问题 结果他就不死心的 去做了这个乳房吃症造影 竟然他的直觉是对的 他乳房吃症告诉他 竟然是一个 显见的血管漏流 这是非常难见 所以我鼓励这个病人说 你要勇敢起来 因为这样子的诊断 就是老天人告诉你自己 因为不能只有相信这个 初步的仪器筛检 你要更进一步的 那第三个 我们要看到皮肤低腰或变形 现在的病例通常比较少了 因为大家因为公共卫生的发达 所以看到皮肤低腰或变形的 这给大家一个知识 只要有任何乳房的外在型态 改变 我们就要寻求正确的 这个医师的知识 包括皮肤溃烂 包括皮肤溃烂 通常皮肤溃烂有一个 大家比较常见的 有时候乳腺发炎 这一点大概在年轻的哺乳妈妈 有时候就是因为哺乳的关系 常常因为是乳腺炎 而引起的皮肤溃烂 常常看到的悲剧是 怀孕的妈妈得乳癌的几率也是有的 所以乳腺炎跟这个皮肤溃烂 还有乳癌之间 要做一个很好的鉴别诊断 那最常见呢 那我们说乳头变瓶 凹陷 其异样的分泌物 尤其我们说要是有生蚌色 或这些鲜红色的分泌物 绝对绝对是就医的最急的警讯 有血色 有血色或生蚌色 像刚才黄医生讲这个 就是之前有一个妈妈就是 因为她是一个母乳妈妈 所以她持续生小孩之后 就一直在不喂母乳 那所以当她看见 她有那个血丝一样的东西 她都一直以为是因为 小宝贝喝奶太用力会咬到她 所以她一直没有觉得说 应该是这个问题 直到症状 所以她后来去看的时候 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 就发现因为拖太久 因为她拖了一年多 那她要看说 这个小宝宝咬的话 她复原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照理来说 她应该是三四天就会好了 那如果一直没有好的话 可能就应该要去看医生了 她都一直合理化了 觉得说因为在喂奶 那我只是很好奇 腋下出现肿块 刚才有提到 但是背痛 为什么背痛跟乳癌也有关系 这一点才临床上常见的 假如上肿块 在占据我们这个 胸部的一定空间的时候 会拉扯到我们的背肌 胸肌 这是连贯性的 所以有些人 竟然来闻诊是以背痛 然后医生觉得 你年纪到了 应该做个乳房X光筛检 结果竟然从筛检 发现微小钙化 而因此找到的是乳癌 所以各种各样的 在胸部上面的表现 都大家不可以轻忽的 是 所以雅倩你当初 发现的时候 除了说有一个硬块之外 你有其他这些症状吗 其实初期的时候 基本上完全都没有 就是像后来一个晚时 还问我说你没有变胖 变瘦 然后或者是说有什么 不舒服的情况 我说我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感受 也没有疲累或是什么 没有 那到后来是我确诊之后呢 因为我的肿块是在这个 乳头的下放 所以我弯头洗头的时候呢 其实它已经往内凹了 可是我站起来就恢复了 那我就问医生说 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因为你的这个乳癌 是一个比较柔软的组织 所以它这个肿块会吸附它 所以它会往内凹 所以其实乳头凹陷 其实是一个症状 但是我是确诊之后 我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出现 这样子 你花多久时间来治疗 治疗 治疗的部分其实还好 因为我其实是二月开刀 那我大概是三月开始做化疗 跟放射性治疗 我大概九月就结束了 半年 对 因为我的期数比较晚 所以我的治疗是比较长的 就是八次的 所以你是发现的是几期 我发现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第四期了 对 因为我发现的时候 第四期 对 我发现的时候是第四期 因为我有已经在我的 同一侧的肋骨上面有发现 就是医视转移的部分 那因为我那时候 有做了其他的检查 那有发现这样子 所以它都没感觉 那你真的很... 对啊 没有感觉 不是 因为自己摸到半天就 就根本就... 而且现在已经快要过五年的时间 对...已经快过五年了 好 第一个危险期已经要度过了 对... 尤其它做那个化疗做六次的当中 那个白雪球 哗啦哗啦会下降 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终于 就会派上用场 是 就会用一点药膳 让它... 我记得我那时候 就会给它用一点 比较是胶质的东西 像海浙皮 然后木耳 甚至也要给它吃点燕窝 然后也会给它用一点 乳涛它对婆婆好一点 牛肉一定要给它 然后可以让它去吃那个牛排 什么的 尤其它... 它做前面第一次化疗 第二次化疗 就是白雪球都还有这个三千 可是要进入到第三次 我觉得它整个气色 还有那个整个累 它以前做完化疗的时候 它还会去张罗 去赛市场买东西 就发现那时候就累了 那检查下来就套掉 大概到两千以下 那时候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帮忙了这样子 就给它吃一点中药这个部分 帮忙一下 然后用一点那个 因为它刚那时候在化疗的时候 你也不能够用一些 太过于什么补的 那些人生的那些都不行 因为怕把它的这种 我们说的这种细胞 也给它补起来 都是一些比较知音的 那它中间还掉头发 然后掉头发 那买那个... 雅馨有掉头发吗 所以当有些女生真正妇孺呢 你开始有脏奶的感觉的时候 连夜下都会出奶水 那个才叫真正的妇孺 而不是一般女生觉得 有多一点肥肉就叫妇孺 所以妇孺的定义呢 你就把它当成就是真正的乳腺 所以说乳腺丰满多 那当然就比较有机会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帮忙了这样子 就给它吃一点中药这个部分 那帮忙一下 然后用一点那个 因为它刚那时候在化疗的时候 你也不能够用一些太过于什么补的 那些人生的那些都不行 因为怕把它的这种 我们说的这种癌细胞 也给它补起来 都是一些比较知音的 那它中间还掉头发 然后掉头发 那买那个... 雅馨有掉头发吗 有啊... 有掉头发 就是掉光光 而且我是... 我其实是想刻意去了解掉头发的过程 所以我大概第一次化疗结束 然后再进入第二次的时候 三个礼拜的时候 最后一个礼拜才开始掉 那刚开始掉一点点 然后就几乎每天都在扫地 就是洗澡的时候 要把它的头发拿起来 然后早上梳头的时候也掉 掉得很快 大概一个礼拜几乎都掉光 因为本来的头发就不多 对... 所以我还买假发 对 所以我觉得雅馨真的很不容易 她非常乐观勇敢去面对她这个状况 而且现在看起来真的 整个气色非常好 都看不出来 我以为说她是大概第二集 没有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 我必须讲说 不知道年轻算是好事还不好的部分 像那个... 明珠姐就想知道说 你婆婆2000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 就是比较危险 我其实... 白雪雪有掉到1200 就是将近是1000出头 医生问我说 你没有那样的感觉 我说没有啊 因为我还跑去... 我去做放疗嘛 然后我在医院里头 她就想说 你怎么这么低 然后还在医院里头 还...要赶快回去休息 我说没有啊 没有任何感觉 因为我都自己坐公车去做治疗这样子 然后她就这样讲就是 就是有点担心 那其实自己觉得 好像有点点... 你年轻就是本钱耶 对 有点轻忽了 然后好像觉得 都没有什么异状 就是照着原来的日常生活去做 对... 不过当然是说年轻的好处是 隔两天之后 我再去咽血就爬到5000了 就这么的快速这样 就快速的 对 就这么快速 所以生命力也很强 其实在演艺圈里头 也有一些艺人朋友有乳癌 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我们先来看这个VCR 器影从商的名女人周丹威 在镜头前总是充满活力 结婚后和老公一起经营生计公司 事业做得有声有色 不过从model 变成商场女强人的她 18年来肚皮却一直没动静 为了拼怀孕 54岁的周丹威前后做了 14次人工受孕 不断打排卵针 造成内分泌失调 日前还精传罹患乳癌 之前真的是做了蛮多次的 总之她现在就是出去赞心了 那真的谢谢你们的关心 为了替夫家传香火 周丹威拼怀孕拼到不顾健康 今年初精传罹患乳癌零期 4月时低调到医院动手术 同期的演艺圈好友包翠莹 证实这项消息 很心疼 也说周丹威勇敢对抗病魔 求此之路不顺 身体还因此搞坏 低调的周丹威不想麻烦好友 尽心休养就等身体康复 記者综合报道 接下來看到周丹威小姐 她也在很多的偶像剧里头 有演出嘛 可见她抗癌的路程 其实应该也是还满順利的 只不过大家就會很担心啊 因为现在 生不出孩子的人真的满多的啦 像我自己也做过 這個不孕症的这个疗程嘛 所以是不是排卵针 打很多真的会导致乳癌呢 这一点要赶快跟大家 这个厘清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都知道 潜在性如果按照这里的报导 大家要知道 我们亚洲人的这个乳癌发生率 其实越来越高 可能原本的环境里面 到底谁才是已经有 潜在性的乳癌 所以不是通常因果关系 刚好要倒过来 也许我们以这个案例来讲 假如大家看到画面上 像这样子的乳房 其实呢像这样子的一个病人 40多岁 他如果不是因为来做健健 他原本不知道 他已经有一个将近2公分的肿瘤 已经躲在这里面了 所以各位在知道 本来我们不容易受孕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荷尔蒙就失调 所以在这样的机制底下 也许我们就是一个 某些已经是高危险群了 再加上说我们现在求止心切 又需要这些药物的进驻 或者是要打到身体里面 来帮忙这个排卵 或者是帮忙受孕 这样的状况之下 会促进了某些 我们原本存在的疾病 或原本存在的乳癌的潜在因子 所以我们是鼓励说 做所有这个要做人工受孕的 不是人工受孕造成乳癌 而是我们应该在做这些 跟乳房所有有关的动作之前 最好先确定自己是不是安全的 所以大多数妇产科医生 常常会先叫病人去咨询乳房外科 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最后才可以做安全的这些医疗上 是 好 所以这个周丹威小姐的例子 她其实现在还在抗癌 但是已经看起来恢复得还不错 还有其他女明星的案例吗 有 所以我才觉得说 我们这是高风险行业 就是说如果高压又是时间不正常 你看喔 从你系数 从比较年轻就是真的制得比较不好 你发现年轻型真的还满那个 像当时的那个唱那个叶子 那个阿桑是不是 对 他很年轻 或者那个林彦如 两个都特色是 她们非常年轻就发现了 可是因为她们两个可能没有 能够完整地接受很正规的治疗 所以治疗成效没有很好 两个 尤其是阿桑很快就过世了 可是你反而看其他年纪比较大的也有 所以我们刚刚有两个族群 一个是40岁 这个也是台湾的现象 40岁以前的会有一个pick 然后再到了就更年期后 像比如说我们最近那个 郭美珠 郭姐 或者之前的那个谁 那个李立峰 李立峰 或者是林波 你就发现刚好就是更年期后 之后也是另外一个高风期 那像那个时候美珠姐就说 她其实美珠姐她以前 曾经年轻的时候 就有一些可能是 她们叫水流 或什么纤维囊肿的情况 所以她本来一开始也以为 可能就是那个东西 因为想说以前都说她应该就是 会跟着旌旗变化的 应该就是这一种一般性的 可是那一次她就说 医生就刚刚说你这个不对 就一检查出来 那时候就二期了 是 对阿 她也是洗澡的时候觉得 这个东西怪怪的 然后就开始检查 然后她说最妙是 她自己去做治疗的时候 她另外一个晚辈也得入癌 跟她同时间在那个治疗 所以你就会想 两个 一个是她说算她是 所以这两个出去很明显 很明显喔 就是一个就是大概40 30几岁 38 39 40这一个 然后一个就是更年期后 所以台湾是再两个 就算这明星之间也是这样 像那个李立峰理解说 她在治疗化療的时候 她们在形容说 那个头发掉的时候 就你感觉喔 那个... 她说就是风吹 你也感觉到她吹动你的头发 就要掉下来那种垃圾感 然后她那时候掉的 连眉毛都掉光光 可是她的治疗效果也是还不错 她说整个人就像蛋一样 一颗蛋 全部掉了 所以就是要去勇敢去面对它啦 那对于乳癌 其实刚才我们讲到 排卵针跟乳癌之间的关系 其实非是必然的关联性 那对于乳癌 其实我们很多的 迷思需要去厘清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迷思 第一点 胸部越大 越容易罹患乳癌吗 来 这个当然就不是啦 马上就告诉各位 这个应该是 胸部不大的女生 各位就说 好险我胸部不大 没有 以前都觉得这很不公平 何道理她们应该面积大 机会就高才对啊 那跟那个没关系 大家可能误会了 所以以刚刚我们这个案例来讲 大部分胸部大 其实最主要是看你的乳腺 乳腺发不发达 刚好我们亚洲女生真材实料 我们乳腺的size 不需要到什么DEF罩杯 可是我们亚洲女生 以超音波来讲 现在各位影像上所看到 这个就是很致密的乳腺 一般来讲 亚洲女生乳腺不必太发 整个乳房不必很大 可是几乎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乳腺 那大家知道 乳癌就长在乳腺 那所谓的胸部大 很可能这个乳房大 是脂肪型的 所以这不是必然的关系 是 所以凌晨上好多女生就来抱怨说 我胸部又不大 为什么我得乳癌 好不公平喔 已经够小了 还要切掉 那这个就引起大家很大的恐慌 是 所以这个第一个迷思就不对 就好像是说 在哺乳的时候 我们以为说胸部大 是不是乳量比较多 其实那也没有必然的关联性 是 这跟乳腺 畅不畅通是有关系的 对 好来看一下第二个迷思是 女性有妇乳容易罹患乳癌吗 这个妇乳 大家可能如果从画面上来看 这个女性的这个范例 刚好有妇乳长到腋下 大家要记得 妇乳的定义是表示说 这个乳房它可以长延伸到 几乎到我们腋下去 所以当有些女生真正妇乳呢 你开始有脏奶的感觉的时候 连腋下都会出奶水 这个才叫正正的妇乳 阿嬌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妇乳是要由医生来鉴别诊断 很多女孩子也会说 可是她没有口她怎么乳液 她会长 如果有乳头的话 会真的出奶汁在腋下 所以我们临床上看到这病人 真的好可怜 她这个乳腺跟我们哺乳栋的 乳腺分布很像 从腋下这个分布 拘泥到我们的乳头 你会发现她 当在占奶的时候 她是有个乳腺型的整片的种 所以这样子才叫真正的妇乳 那而不是一般女生觉得 有多一点肥肉就叫妇乳 所以妇乳的定义呢 你就把它当成就是真正的乳腺 在这里有成长 所以呢 有妇乳 那当然可能按照 刚刚第一点的游戏规则 他所讲的说乳腺丰满多 那当然就比较有机会 但是要请医生做间谍诊断 妇乳是不是有乳腺的妇乳 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一般女生 如果有另外一种妇乳 就是说不是真材实料的妇乳 是因为肉太多 挤出来的妇乳 那显然 因为相对也是比较肥胖 那就是比较胖的 是不是机会也比较高 对 目前就有这样子的研究 女生的体重 如果我们说过胖 那过胖有一个理论是说 大多数的脂肪会堆积磁激素 所以这样子的话 相对你在体内的磁激素的刺激 就比较多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女生维持一个 较好苗条的生长 融乳者得到乳癌激率比较大吗 这个部分呢 我们其实是用三个手指的指部 来去做触摸 那我们在按压螺旋的过程之中 是压 螺旋到下一个点去 那因为螺旋的部分 你的范围比较大 那你也透过指腹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触摸到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女生的体重如果我们说过胖 那过胖有一个理论是说 大多数的脂肪会堆积磁激素 所以这样子的话 相对你在体内的 雌激素的刺激就比较多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女生维持一个 较好苗条的生长 融乳者得到乳癌激率比较大吗 这一点我赶快说 不会的 所以各位爱美的女生 你们放心 过去对融乳的概念是因为 没有很好的医疗仪器 所以我们都纯粹是用乳房摄影 或超音波 会阻碍医生对融乳材质 跟融乳方式的鉴别诊断 事实上呢 所有的诊型外科医生也都知道 融乳通常是不碰触到乳线的 所以融乳的几率 在过去是因为不易诊断 尤其是当我们放了过去的水袋 或者是果冻细胶 摸不到喔 那就不太容易触诊 摸不到喔 对 第一不太容易触诊 会挡 超音波不容易又透光 然后X光又不敢太夹 不万一夹破了水袋 夹破了夹破 这个是很麻烦 所以融乳者是要 告诉这些人说我们要小心 那我们临床上的经验 反而对胸部有做过手术人 他还反而特别在意 然后他会自己知道定期做检查 所以不见得融乳者 就是得到乳癌机会大 来 结婚生孩子对乳癌可免疫 有那么好的事吗 应该有喂奶吧 是不是 喂奶的朋友 比较不会得乳癌 对 一般来讲喔 我们只能说 从流行病学上的统计 可是我相信很多这个 我们乳癌协会的这些 很抗癌的勇士们 很多人都知道 大家都有结婚 也生了小孩 那当然对乳癌 还是没办法免疫 我想基本上 是从流病上来讲 当然是鼓励大家怀孕生子 但是在怀孕的 这个过程当中 雌激素对我们刺激 会稍微的缓解跟停滞 让我们的乳房 有稍微的休息 所以呢 而且很多老人家都说 如果是有补奶 乳房畅通 对不对 乳房会通 这个可以请吴医师 再解释一下说 这个畅通的概念 这个通可能则 通则不通 通则不通 通则也比较不会 长个截子这样子 是 胃母乳的母亲 比较不容易罹患乳癌吗 这个也对一半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刚刚我们吴医师也提了 有胃母奶的母亲 通常她比较有机会 让乳房不受磁激素休息 她这个密乳素 让乳房能够畅通 但是并不是绝对的说 不会罹患乳癌 OK 好 再来 乳癌患者一定要 这个还是回到我们的专业 事实上乳癌的患者 有相当复杂的分歧 所以鼓励大家越早发现 大多数乳房 还是可以做保存乳房手术 而且现在的化疗 刚刚我们知道 我们的这个 雅倩很勇敢的这个 经过了化疗 就像生了一场重感冒一样 所以事实上 有很多早期发现 经由化疗 经由放疗 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力 甚至这个抗荷尔蒙药物 可以让这个乳房 无限的就一定要接触 是 好 那因为 雅倩她自己亲身的经历 她也希望能够去 推广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预防乳癌嘛 好 那所以你自己 也参加了一个协会 然后也专职在里头 那检测乳房 你可以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检查吗 基本上自我检查的话 如果说你还没有到一个 定期检查的年龄 可是你希望在家里 就是需要关心你自己的胸部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时间方面的话 如果说是生理期过后的一周 就可以开始做检查 因为生理期过后的一周 你的胸部 其实是比较柔软 也比较不会觉得疼痛 那一般我们检查 当然如果说您是 有些人 她可能是已经停经 或者是说她是子宫切除者 那你就是一个月选择 一个过地的一天 然后做检查 那我们检查的范围 其实我们的胸部的范围 其实是会比较大一点 可能我们会建议 从锁骨的下面 然后胸部的范围 就是腋下的中线 到内衣的下缘 这一块其实我们都认为 这是胸部的部分 那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用 可以躺着也可以站着 那站着的部分呢 我们其实是用 三个手指的指腹 来去做触摸 那我们原则上 会希望你是从锁骨下面的 十二点钟开始 做触摸的部分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在 掌的位置是比较 没有那么靠近乳房的部分 是不是这么乳卵组织的部分 所以你在这个部分 透过这样子的 按压螺旋的部分呢 他做到的那个 就是可以摸到 比较多的东西这样子 那当然您 因为有些人他胸部比较大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其实你的手 是要撑起来的 就是整个手 是要胸部撑起来 那你躺的时候 你下面是要垫个小枕 垫个枕头 这样你胸部挺起来 因为有些人他习惯性会脱背 那你没有挺起来的时候 你其实压不到那么深层 那我们在按压螺旋的过程之中 是压螺旋到下一个点去 压螺旋 对 按压螺旋 然后我们再滑动到 下一个点的部分 那因为螺旋的部分 你的范围会比较大 那你也透过指腹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触摸到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 自我检测是很基本的 但是自我检测 可能也有疏忽掉的地方 那疏忽掉的地方 就要请医师告诉我们 在医学上面有没有什么检测 是更清楚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 很快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三种重要的检查仪器 大家都要稍微看到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 所谓的乳房X光摄影 它是需要把这个乳房稍微 把乳房夹平 然后有正面跟侧面 那它最主要的优点 它是可以看到 早期乳癌的钙化点 所以当乳癌有钙化的时候 可以靠这个乳房X光来检测 另外一种呢 我们在门诊常见的 如果大家经常到门诊去的话 那我想门诊的医生很快就会 直接就出了触疹以外 会针对 你可触摸性的肿块 它会做一个乳房X光摄影波 那因为大家都有 怀孕的经验 X光摄影波比较不陌生 它可以直接取代医生 这个除了手的触感以外 会有很好的这个伸波 可以让我们做鉴别诊断 那另外一种呢 这个是最近这几年 可能一直大家都 医学界都有提到的 可能是不是对那种不可触摸性的枕块 可以在早期一点的发现 它有没有一个功能性的 早期就有一些变异存在呢 所以对于早期乳癌来讲 或者在高危情情来讲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 有时候尝试着再加上一种 叫乳房专用的磁症造影 它是一个没有辐射性的趴着 在这样的检查的舒适上 对有些怕痛的女性 我们可以减少那个疼痛的恐惧感 那这样的话也多一个工具的帮忙 是 所以乳房S光 它其实是要用压的是不是 对 就是要夹起来 上下左右 有时候你如果是在侧面这边 它觉得你有点那个的话 所以你就会夹得比较不舒服 那因为它又有点辐射性 是 OK 好 所以我们这几个方式呢 还有今天讨论到了这个乳癌 也提醒官方做参考 接下来是观众来信的时间 来 这个观众呢 他提到说 他今年刚满30岁 两三年前开始月经来的时候 胸部会胀痛 但是现在连不是惊奇的时候 平常也会痛 看了医生 医生说不用理他 但疼痛感还是持续 还会分泌乳汁 他说他该怎么办 而且他也提醒我们说他没有怀孕 所以他这个问题 王医师你这样粗略听起来 30岁 像这样子 这个如果说他肛满30岁 这时候我想 从我们刚刚所跟各位介绍的 这个所谓的宝典 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他没有家族史的话 这样有症状的女生 我们建议说他到乳房外科门诊 医师绝对会先用乳房超音波 跟促诊 做一个很好的鉴别诊断 然后甚至于在这个时候 可以加上乳房X光 虽然很年轻 所以我们告诉这位来信的听众呢 这时候你就就近找一个 比较可以信任的乳房外科医生 他可以解答你相当好的答案 但是不能延迟就医 既然有分泌物跟疼痛卡 刚刚我们提过 分泌物是我们的重点 蛮重要的 那再加上说他有这个LUCKY的PEN 因为PEN才会造成提示 我们有警讯去看医生 是 好 所以这个是王医师的一个建议 最近我们一个临床就像这样 那个我们吃的米粒大 那么大小 就已经第三期了 就是在这里 就是我们刚刚乳房跟我们的腌下这样 是 腌下那个地方 他也是用 其实他每年都有在做健康检查 就是乳房的这个检查 可是他已经大概60多岁了 然后后来是照我们 刚刚那个说的那种 看到的 我们话已经第三期了 OK 好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到这个 乳癌的部分 那个也谢谢雅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他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健康 而且他很乐观勇敢地 接受了他这样子的一个 共存的好朋友 也希望你的抗癌之路 真的很顺利 好 谢谢 然后就一直健康下去 也谢谢三位专家 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也请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健康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写信 或上我们的官网 来问问题 我们就会请专家来解答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